動態清零令香港經濟陷入困境 比利時選手反覆被隔離 國際奧委會介入後獲釋 中印衝突士兵充當東奧火巨手 激怒印度國際反彈 人間地獄當蘇女被鐵鏈囚禁連衫白鞋事件 是中共流氓文化在農村基層的表現 袁鴻兵說中共2024年恐怕攻台 中共崩塌前的最後一波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2月5日年初五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目前歐洲多個國家調整控制疫情的政策 轉向與病毒共存、振興經濟、回歸社會常態 但是香港就採用中共清零政策 受到政策嚴控影響、經濟陷入困境 超過四成商界受訪者說有可能離開香港 香港美國商會今年1月在對香港2022年商業前景所做的調查報告顯示 雖然香港仍然擁有商機 但是香港為了控制COVID-19而實施的國際旅行限制 嚴重影響企業和個人情緒 嚴格的檢疫規定和旅行限制 繼續造成重大干擾 延誤了新投資 令香港招聘高級行政人才變得困難 這份報告的受訪者是香港美國商會會員 報告指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示 從個人角度來說 他們更可能選擇離開香港 另外有超過25%的企業表示 他們更傾向於離開香港 預計新加坡將會成為主要受益國 報告還說 有一種看法認為 外國企業目前在香港不太受歡迎 大概六成的受訪者認為 香港政府對商業問題莫不關心或不屑一顧 受疫情影響曾作為香港首間上市的旅行社 《星辰旅遊》日前宣布清盤 另外還包括冬夷旅遊、 折達佳琦等多間本地旅行社也宣布清盤 香港餐飲業前景都不被看好 1月25日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表示 港府延長晚間禁堂食的新措施實施後 餐飲業1月份的生意下降了四成 它預計今年3月、4月將會出現倒閉潮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四大支柱之一 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大約5% 涉及的直接和間接就業人口大約80萬 有關香港的防疫政策 之前林鄭月娥在回答記者提問動態清零概念的時候 說這是中共疫情防控策略的要求 目的是對外展示香港具有能切斷傳播鏈 盡快撲釋疫情的能力 林鄭還笑稱她並非是這個政策的始作俑者 而且也無法很權威地解釋動態兩個字 時事評論員貴達認為 陳鄭月娥的這個說法承認了香港是跟著北京走 貴達說這種做法和西方社會的防疫政策完全相反 所以現在香港反彈很大 香港原來的政策基本都是和西方社會接軌 但自從清零政策實施以來 香港一直和北京接軌 令香港經濟處於一個非常艱難的地步 比利時女子苦我色雪囂選手梅樂曼斯抵達北京之後 被驗出感染了COVID-19 以後被迫從北京延慶區選手村移去一座隔離設施 2月2日她在Instagram上說 再隔離3天應該可以離開隔離設施了 因為每天連續兩次檢測都呈陰性 但沒有想到她被轉到另一座隔離中心 必須在那裡再隔離7天 但她的參賽項目將會在11日開始預賽 她在影片中哭著說自己可能永遠都進不到北京東澳村了 我們甚至不確定是否會被允許進入奧運村 梅樂曼斯說這對我來說很難 請大家給我一些時間來考慮下一步 因為我不確定在這樣隔離14天之後 還能否參加奧運賽事 幾個小時後她又發布新影片表示 她的哭訴影片有效 在國際奧委會出手干預下 她當晚被送回奧運村裡 雖然還在一個隔離房裡 但至少回到奧運村我感到安心 我在這裡比較能夠進行訓練 多謝大家 中共為東澳會設立閉環 並實施嚴厲的防疫措施 閉環內所有檢測陽性的人 都會馬上被排除在東澳之外 有症狀的人被送往定點醫院 沒有症狀的人被送往隔離設施 只有在所有症狀消失 並且連續兩次檢測呈陰性之後 才可能被送回閉環 外界擔憂中共會借所謂防疫 操控比賽結果 北京奧運會再起波蘭 中共被參與中印邊境衝突的 共軍幹部充當奧運火巨手 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 印度就決定 它的駐華高級外加官 不參加東澳會開幕禮和閉幕禮 中共黨媒環球時報報道 在中印兩國加勒曼河谷衝突中 頭部嚴重受傷的新疆軍區團長奇法寶 將在2022年北京東澳會中傳遞火具 海外觀察人士表示 此舉明確表明北京奧運會已被政治化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成員李斯 在Twitter上寫著 北京為2022年奧運會選擇的火巨手 是2020年襲擊印度 並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的軍隊中的一員 真可恥 美國將繼續支持維吾爾人的自由和印度的主權 2月3日印度外交部發言人巴格奇 在禮行記者會上被問及這件事時回應說 中共選擇將奧運會政治化令人遺憾 巴格奇宣布印度駐北京外交使節 將不會出席東澳開幕和閉幕禮 之前印度並未追隨美歐民主國家 跟進對北京東澳進行外交抵制 相反印度去年11月 在俄、中、印、外長聯合公布中 還表態支持北京主辦冬季奧運會和冬季殘奧會 中共安排參與血腥衝突的軍人傳遞聖火 這個戰狼舉措再次引發印度的怒火 中方在加勒曼河谷衝突中的死傷人數 又一次成為印媒報導的熱點 德國傳媒人Seven Warsaw評論說 這是中共領導人 如何將冬奧會政治化的例子 今天上午的火具首之一是奇法寶 他是中共軍隊的老兵 在2020年6月印中邊境的致命衝突中在場 過年前在大陸曝光了一宗開人聽聞的事件 由於話題太黑暗太沉重 又正值中國新年期間 實在不太好當時報道這條新聞 現在和大家深入看看這條新聞 1月28日有民眾拍攝一段影片顯示 在一間簡陋的小屋裡 一名女子穿著棉褲上衣單薄 頸上戴著一條鐵鏈 鐵鏈上的鎖垂在女子下巴下方 據拍攝者說 影片拍攝在江蘇省徐州市豐縣洪寬口鎮 她是8個小孩的媽媽 並表示這個女人冬天穿得很少 於是就拿了一件口的外套給她穿 事件被曝光後震驚海內外 民眾憤怒地譴責拐賣婦女兒童事件 還形容事件是人間地獄 1月28日豐縣縣委宣傳部回應事件 聲稱該女子在1998年8月 和當地村民董志民辦理了合法結婚手續 不存在拐賣行為 正說這個女人因為經常無故勾打老人和小孩 被診斷患有精神病已經進行治療 並且經濟幫助董志民家 具體情況還在進一部調查中 目前該事件仍然發酵 網上義工持續挖掘 說經過多間國際機構對比 這名女子就是1996年在四川失蹤的女子李瑩 更多消息傳出說當地幹部集體參與強姦 針對事件 世界的大傳媒包括BBC、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澳洲ABC等都相繼進行報道 不過這些報道基本都聚焦在中共過去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 政策導致嚴重的人口性別比例失行 從而造成眾多的人口拐賣現象 有分析人士表示 這種事件的殘酷性、普遍性和黑暗的深度 要遠遠超過 娶不到老婆的農村人花錢買老婆 這個層次的社會問題 它的實質是中共政黨的流民文化 在農村基層的表現 事事評論員橫河表示 網上很多人譴責當地政府 為何不理這件事 其實熟悉中國農村村幹部體制的人 基本都明白 當地的共產黨幹部 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這件事 他們實際上是同謀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 說是維護婦女權益 或者是這種 不是這個問題 它維護權益 就變成了一個人權問題 但這不是一個人權問題 這是一個嚴重的刑事犯罪問題 對 橫河表示 這件事 和當地村幹部的作為密切相關 實質上 在偏遠農村的幹部身上 共產黨的流民文化很盛行 就好像當年延安時期 共產黨員強搶婦女 為搶奪投奔到延安的女學生 紅軍幹部大打出手的士等 這是共產黨的惡劣基因 強姦婦女 在他們看來不算什麼事 這些一直在偏遠農村的 共產黨組織的基層都有發生 中共鷹派學者金燦榮 日前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聲稱 習近平將在2027年前武統台灣 並說只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 便能攻陷台灣 女澳化學家袁鴻冰 直指這是癡人說夢說 但袁鴻冰認為兩岸必有一戰 時間甚至可能是在2024年 但屆時中共會禍起燒場 有關中共可能會攻打台灣的時間點 已有許多種預言和軍事推演 去年3月 時任印太美軍司令的海軍上將戴維森 曾經在參院軍事委員會的一場聽證會上表示 未來6年內 中共可能攻打台灣 袁鴻冰2月3日在接受大紀元專訪時表示 台海作戰是無可避免的 從共產黨的思維來看 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中共現在已經處於內外交困 中國的社會、經濟及政治都處於大危機的邊緣 在這種情況下 習近平企圖通過發動台海作戰 來為陷入絕境的中共政權尋找一條出路 第二個原因是 習近平想通過發動台海作戰 跨出共產極權主義 向全球擴張的關鍵一步 袁鴻冰認為 台海開戰的時間點應該就在2024年左右 也就是戰爭會在下一次台灣大選和美國大選年前後爆發 但是中共攻台的時候 就是國際社會聯合剿共的時候 袁鴻冰說 日本前首相安倍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實際上還可以再加一句 就是台灣有事也就是國際上的反對中國共產主義 全球擴張的這個同盟會有事 他們會出動 另一方面 袁鴻冰認為 戰爭一旦進入白熱化階段 中共體制內的各種各樣矛盾就會爆發出來 中共內部也會分裂 袁鴻冰說 對於中共來說 禍起燒場就成為一個很可能的事件 因此 習近平發動台海之戰的結果 極有可能就是人類和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 另一方面 一按調查顯示台灣人願意挺身而出 保衛家園的意志呈現高漲趨勢 台灣ETtoday新聞雲民調中心 2020年10月的一份民調則顯示 如果兩岸爆發衝突 18、19歲族群中有高達96%的人願意上戰場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愛雪兒 下星期見 我們在等待會兒 我們有多久的時間 對待會兒 我們有多久的時間 我們有多久的時間 我們會先放棄 我們後來看